大家好 一般我们芽兰花 这个兰花呢 如果是壮苗的话 那它发出来的这个新芽的话呢 一般也是比较壮的芽 而且跟你的这个壮苗的话呢 它的长势是差不多 都是比较壮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养护的过程中 你的兰花的壮苗 发出来的新芽 却是一些弱苗 长势比较差的苗呢 那么主要是这几个原因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水肥管理没有做好 那么可能你在兰花它发芽的时候呢 可能特别是在春秋这两季 它发新芽的这个阶段 你没有给它补充充足的水分和养分 那么它水肥不足 就不足以供应这个新苗的生长 就会导致呢 长出来的新苗的比较弱小 所以呢 大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 一定要及时的给它补充足够的肥水 肥水供应得当 那么新苗呢才能够长得壮 那么我们可以在浇水的时候呢 可以在水里面再给它放上一点油精养液 每次浇水的时候都可以放一点 这样可以有效的促进新芽的生长 然后可以定期的给它用一点氮含量偏高 然后磷甲肥又不缺失的肥料 来促进它这个新芽的生长 那么这就是第一个原因 水肥没有供应到 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你兰花本身它的苗是比较壮的 水肥供应呢也是合适的 但是可能它一次呢 像这样子发了几个新苗 发了四五个五六个新苗的话呢 那么你几个新苗的生长都是需要养分 你植株母猪的话呢 它供应的养分的话呢 就不足以给这么多新苗来生长 那么你这个新苗就会长得比较弱 其实总的来说呢 还是水肥方面的问题 我们只要在它发芽 记得给它补充充足的水肥 那么你的兰花就算是壮苗 它发出非常多的新苗 这个新苗也能够养得非常的壮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